horrify 好 我們看看這個字的音節 來 第一個音節在h o 我們就唸成ho 的音 接下來是r r i 我們唸成r 最後一個f y 我們就唸成fi 中音節我們落在第一個音節 這個字我們就唸成horrify horrify 那在講horrify這個字之前的音底 要現在跟各位補充一個字 好 那個字呢 就是它的名詞唸成horror 那horror這個字呢 它是一個名詞 我們中文就把它翻成所謂的 害怕 或者是所謂的恐懼 或者是恐怖 好 我們呢 英文就唸成horror horror 那horror這個字呢 我們再把這個所謂的or 把這or的o呢 去掉改成i 再加上fy 就形成了它的動詞 而這個動詞呢 你要把它當成是一個情緒動詞 因為我們知道呢 植物啊 那個植物呢 或者是說沒有生命的東西 就是石頭啦 或者是那個木塊 它們是沒有感覺的 所以呢 它們是不會有害怕的感覺 所以呢 這個horrorify這個字呢 通常會感到害怕 都是人 或者是動物 他們呢 在情緒上做出反應的 所以呢 這個字 我們要把它當成一個所謂的情緒動詞來看 好 所以我們來看看它的英文解釋 to shock or frighten someone 好 shock這個字 指是震驚 是震驚的意思 讓人感到非常的害怕 那個我們就叫做shock 那這個字呢 同學呢 不要跟另外一個字混在一起 來跟哪個字呢 跟這個字 好這個字呢 叫做shark 念成shark 那shark這個字呢 你應該可以看得出來 它拼音的不一樣的地方 對不對 一個是oc 一個是ar 不要忘記了 一個是念成shark 短的 嘴巴比較圓的 念成shark 那這個字呢 是舌頭捲起來 念成shark 那shark呢 指的就是鯊魚 好我們說呢 在海邊 如果你看到鯊魚 你會怎麼樣 你會非常非常的害怕 對不對 好所以呢 這個字呢 shark跟shock 這兩個字 你就可以把它記起來 可以把它關聯 產生一個關聯 在海邊裡面 看到shark 你就會感到非常的shocked 好 所以呢 去讓某個人感到非常的震驚 或者是frighten 那frighten這個字 也是害怕的意思 好 那我們直接來看例句 It horrified everyone When the expert said There would be another big earthquake Within the few weeks It horrified everyone 這件事情呢 讓每個人都非常的害怕 讓某人 每個人感到非常害怕 哪一件事情呢 欸 就是後面的這件事情 好 他說呢 這個it呢 這件事情是什麼事情呢 這件事情 讓每個人都非常害怕 When the expert said 好 當這個所謂的專家這麼說 說什麼呢 說了這件事情 好 其實這邊有個that 他把這個that呢 給省略掉了 也就是說 there would be 將會有 好 注意啊 這個there would be 指的是將會有的意思 將會有另外一個大地震 within 在多久之內 就接西詞用within within a few weeks 在好 在幾個星期之內呢 將會有另外一個大地震 這件事情呢 讓每個人都嚇呆了 就是 It horrified everyone 好 那麼接下來我們看 第二個詞類 那我們在horror horror這個字呢 在後面把 加上Ible 我們知道這 Ible跟Able的意思 字文是有點類似 它都大部分呢 是形容詞的字文 那horrible 那我們先看音節的分法 第一個唸成ho 第二個唸成ruble 那horrible這個字 中音節一樣的 落在第一個音節 它是個形容詞 唸成horrible 令人害怕的 好 那我們先來看第一句好了 Lisa didn't want to open the door because she'd heard a horrible sound behind it 好 那說呢 Lisa呢 不想要把這扇門打開 為什麼呢 這邊有個 表示原因的字句 because 因為呢 she'd heard she had heard 這個shed 是she had的 所寫 它呢 剛剛有聽到 所以這個her 這邊是個過去分詞 所以這邊呢 是一個所謂 過去完成式 這個動作發生在 didn't want to open 不想打開門的這個動作之前 所以我們用一個過去完成式 因為呢 他聽到了一個可怕的聲音 令人感到害怕的聲音 horrible sound 在什麼地方呢 behind it 在他的後面 那這it 在這邊指的就是 the door ok 好 那最後面呢 Andy呢 要來跟各位補充的是 這個horrible這個字呢 我們要特別特別的提醒同學 就是說 horrible這個字 其實除了可以當作 所謂的那個什麼 那個叫做 令人害怕的之外呢 它還有另外一個意思 這個意思呢 叫做所謂的討厭的 然後令人討厭的 我們就叫做 所謂的horrible 好 所以我們說呢 這部電影呢 很很糟糕啊 這個導演呢 亂拍 把原著呢 都拍得亂七八糟的 我們這時候 特別注意到了 這兩個的說法是不一樣的 一個是 A Horrible Movie 跟 A Horrible Movie 好 注意喔 這兩個是不一樣的 A Horrible Movie 它的意思是什麼意思呢 是一部 很糟糕的 很糟糕的電影 這個導演呢 亂拍 把這部電影呢 原本很好看的小說 拍得很爛 叫做 A Horrible Movie 那 A Horrible Movie 指的是什麼呢 指的是所謂的恐怖片 像印第本身呢 就很喜歡看恐怖片 然後呢 看完之後呢 晚上呢 自己在那邊嚇得發抖 那是很刺激的那種經驗 好 所以 A Horrible Movie 跟 A Horrible Movie 注意喔 這兩個的意思是不一樣的 好 所以這個字呢 我們最後面呢 再來練習 再來複習一次 好 第一個 當作動詞 Horrify 幾乎動詞 把它當成情緒動詞來看 第二個 形容詞 Horrible 令人害怕的 討厭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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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